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今天要聊的话题非常敏感哦 我已经做好要接受许多炮击的准备了 因为上次稍微带到特斯拉刹车门事件时 感觉大家非常有兴趣 也刚好最近有许多类似的案件继续出现 所以想跟大家更深度的聊聊 我怎么看待特斯拉刹车门事件的 另外最近在台湾引起非常大讨论的 行人地狱这几个字 说真的我还蛮有感的 因为这是我十几年前刚来到美国 切身感受到最大冲击的事情之一哦 今天我会站在不同的角度 举出一些实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当然我知道我的人言为亲啊 只是希望透过大家讨论以及影片分享 希望可以帮台湾的交通创造出更好的环境 这也算是功德一件吧 最后美国这边的Model 3 似乎开始在销库存哦 因为跟另外三款车完全相反 特斯拉在库存车的部分呢 开始大幅降价了 而这会不会是新版Model 3 即将登场的一个讯号呢 以上这些内容都会在今天的影片 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如一望 如果你都是透过我的频道 来了解电动车相关消息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给我一个赞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而熟知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 也欢迎按下追踪键 日后就不会错过更多 你可能感兴趣的话题 接下来会见带好钢盔 我们就来仔细聊聊 特斯拉刹车门这个话题咯 其实上次跟他聊到 特斯拉准备在中国进行约莫 110万辆车的召回行动 但这所谓的召回 也就是一个软体更新的动作而已 让各位车主可以自行选择 要用目前的单踏板驾驶模式 还是要回到传统的汽油车驾驶方式 另外还增加了车辆 如果侦测到疑似踩错踏板的情况发生时 车辆会发出警示 会有这样的动作 主因是有许多人把这些意外事件 归咎于特斯拉的单踏板驾驶模式 非常碰巧的过去这周 在加拿大以及挪威 也都有类似的画面或者判决出现了 首先上周在挪威一辆Model Y出租车 发生了一件疑似驾驶踩踏板 或者有些人认为是车辆暴冲的案件 跟过去大部分的案件一样 车处宣称是车辆有问题 但目前呢 他是被警方指控疏忽驾驶 不过这个案件是发生在上周的事 相信还要一段时间调查结果才会出炉 另外今年1月 在加拿大温哥华也发生了一件 特斯拉突然加速撞上渡轮设施的案件 当然不意外的跟所有案件一样 车主都是先指控是车子自行加速的 而这个案件在经过几个月的调查 在这两天有结果出炉了 最后在经过调查分析后 认定是车主自己踩错踏板 所以他不但收到了一个罚单之外 还要负责3万美金左右的损害赔偿 其实大家只要上网找找 会发现特斯拉过去有许多类似的新闻 而美国的NHTSA更在2020年时 接收了一份由特斯拉卖空者所提出的 127起案件的索赔情愿 最后在经过一年左右的调查 NHTSA认定这127起的事故 全部都是因为车主自己踩错踏板所引起的 所以几乎可以排除特斯拉车被在你踩下刹车 却还是继续暴冲的这个可能性 各位想要炮的朋友 我要求真的不多 只要你可以提出任何一个国家 正式调查结果后 发现是特斯拉自己暴冲的案件就好 一例就好 但话说回来了 特斯拉的单踏板驾驶模式 就真的比传统燃油车 更容易引起踩错踏板的问题吗 首先这两种驾驶模式 确实是有些微的不同 在一般燃油车驾驶时 只要脚一离开油门 我们车辆是进入滑行的状态 如果你知道接下来要准备刹车的话 大部分的人是脚在刹车上面准备着 而特斯拉的单踏板 只要脚完全离开电门 车辆就会进入类似刹车的情况 但是跟燃油车一样啊 如果你觉得速度还是过快 待会需要一个刹停动作的话 我们的脚还是需要在刹车踏板上准备着 并且踩下刹车 应该不会有人以为特斯拉的车 只有一个踏板吧 其实它在需要比较大幅度刹车时 它的驾驶方式跟汽油车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大部分的车主 对这套系统驾轻就熟后 相信许多人跟我一样啊 甚至连开山路 我都可以一只脚 只在电门上就可以完成整段驾驶工作 所以这次为什么许多人认为 单踏板驾驶模式是更为轻松 因为我们的脚根本就不需要换来换去了 所以这边先给一个小结论 只要你踩下的确实是刹车的话 你的车也不可能变成是加速的 但不能否认的电动车马力随传随当的特性 当你今天以为你踩下的是刹车 但是车子却继续往前冲的时候 如果反应不够快的人 你只会更大力的踩下 以为是刹车的电门 造成车辆继续暴冲下去 所以说穿了 不管他今天开的是电动车 还是燃油车 只要他没有意识到踩错踏板这件事 他的车就是会发生这样暴冲的事件 所以大家只要上网搜寻一下 会发现汽油车踩错踏板的暴冲案件 也是超级多的 所以我自己认为啊 这比较像是驾驶的反应问题啊 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任何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 指出是特斯拉的踏板设计有问题啊 所以除非你认为特斯拉有这个能力 能够只手遮天 把所有国家的官方机构都收买下来 不然在这件事情上呢 我真的觉得特斯拉没有什么问题啊 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怎么想的呢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下你的想法 但至少我是站在科学的角度 提供这些调查结果给大家了哦 在进入下一段影片之前 安卓上面要先感谢Nord VPN 赞助今天的影片播出 跟注重车辆安全一样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 也非常在意网路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推荐大家 使用Nord VPN的一大原因哦 因为使用VPN 不但可以享用 跨区网路服务功能的好处之外 这样VPN的同时 也等于帮你的网路 穿上了一层防务罩啊 之所以会推荐Nord VPN 是因为它在全球 拥有超过5000多座的伺服器 真的它的网路连线速度 非常稳定又快哦 趁这次我去San Diego 入住的时候 帮大家测试了一下 在直接使用旅观网路 我的下载与上传速度 分别是每秒15跟13Mbps 但大家要知道啊 使用公共网路 这时候被入侵的风险 是相当高的 所以这时我一定会打开Nord VPN 结果我的下载与上传速度 根本没差多少 分别是每秒14跟12的Mbps 我保证你是分别不出来差别的啊 而当我用加力网路时 即使打开Nord VPN啊 我的上下传速度也是超级快 纷纷来到破百的速度哦 最重的是我的网路延迟 PIN也都稳定的维持在10左右 保证打电动一点都不会Lag 而这么好的体验 它的要价却超级低廉啊 只要你使用我的折扣码 Fire VPN 或者透过我说明栏里的连结 去申请两年方案的话 现在每个月月费 不但连一杯咖啡的钱都不到 甚至还加证你免费4个月的服务哦 另外你只需要启动一个账号 就可以同时支援6台不同装置的上网 保护你的全家网路安全 最重要是如果使用后 有任何不满的话 他们还提供30天的退款保证 但我相信啊 大家一定会跟我一样 使用后就爱不释手了 老实说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额外送4个月的方案 什么时候会截止 所以不想错过的朋友 赶快去申请起来吧 安卓再次感谢Nord VPN 赞助今天的影片播出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特斯拉 当然不管车辆还是网路安全都很重要 接下来要聊的敏感话题就是台湾 真的是一个行人地狱吗 我想大家就算没来过美国 但也略有耳闻这边的驾驶 对行人是非常礼遇的这件事吧 而这也是我十几年前 刚来到美国所接受到的文化冲击之一啊 没有错在美国遇到Substance的时候 就算其他方向都没有车 我们的车辆也是要完全停止 更不用说有行人要准备过马路了 而我所在加州 已经算是全美习惯数一数二差的地方 甚至有个词啊 California Road 代表在加州许多人是没有完全禁止 就又开始启动的情况 这在以前特斯拉的Fossil Driving呢 也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在之前的版本已经修正掉了 但是退一万步说 99%以上的人遇到Stop Sign都会减速 这个是确实的 而这也是跟台湾最大不同的地方 在美国只要是行人人穿越的斑马线 要么会有红绿灯或者Stop Sign 再不然呢会有一个当有行人时自动变成有Stop Sign的标志 但在台湾许多地方虽设有斑马线 但却没有足够的耗制给行人或者车辆使用 这样画面中这个路口虽然设有斑马线 但并没有任何的设施 让行人可以通知车主说 我想要过马路咯 王子能靠驾驶跟路人的眼神交流 拜托又不是在参加来电50 而就算在有行人穿越耗制的路口 我发现它的时间分配也非常不公平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行人秒数倒数完的同时 车辆的耗制也就马上要变红灯了 所以就造成一个非常奇妙的情况 这一整段的绿灯哪怕只剩三秒 只要你跑得够快 行人是都可以过马路的哦 不知道这部分我会有没有记错啊 因为我太久没回台湾了 如果有的话请在下面指证我一下 但这么一来肯定会造成 不管是要左转还是右转的车辆 非常不爽啊 因为整个路段都给行人过马路就好了嘛 我们来看看美国这边是怎么做的哦 一开始当然是行人过马路优先 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呢 行人的穿越耗制就会变成是红色的 这个时候刚抵达路口的行人 你就不能再穿越马路了 确保车辆也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进行左转或右转 如此一来不管驾驶还是行人 就很清楚知道 什么时候是属于谁的路权 行人再也不需要用跑百米的速度 冲纳最后三秒钟的时间 造成双方的危险 而驾驶也不需要去学独心术 不然坦白说啊 当妹子还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我相信我的频道 有许多观众可能跟我一样啊 对于路边的妹子会花更多的时间 想要跟她做眼神交流 只是她从来不理我而已 而当路权划分清楚之后 接下来才是严格执法的问题 在美国啊 我们时不时都有听到 有警察假扮路人过马路 来抓没有礼让的车主哦 像波士顿警方就曾被报道出来 假扮行人在90秒内 过了三次马路 抓没有礼让的车子 当然用这种钓鱼执法的方式 本身是蛮有争议的 但这就是在美国是怎么样 看待礼让行人这件事哦 而台湾目前为礼让行人的罚还 也从原本的3600台币 涨到了6000块 对比加州目前的238块美金啊 台湾这个比重算是相当高的 但我个人觉得 不单单只是罚金的问题 还是整体的道路设计 必须要让行人跟驾驶知道 什么时候是属于我的路权 而不是只要有斑马线 就全部都给行人啦 分别给予车辆跟行人足够的时间 接下来才是严格执法 最后习惯成自然 我还记得在我一开始 骑摩托车的时候 不戴安全帽 根本就不会怎么样 但现在 你上台北看看 有谁骑车是没戴安全帽的吗 所以就跟骑车戴安全帽一样 虽然中间也经过了 一阵子执法的磨合期 但希望未来台湾的行人 过马路时可以非常有自信 而且又安全 当然就跟我一开始影片说的啦 我人为言轻 不知道这个能够改变多少 但希望政府官员 如果出国有好好考察的话 应该不难发现 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更加改进的 好了 在聊完刚刚两个 可能会被泡的敏感话题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些 比较开心的事咯 首先在美国的Model 3 看起来开始在轻库存了 跟另外三款逆向操作 稍稍涨价的车相比 特撒的Model 3 这几个月面临相对严重的库存问题 当然这跟传言即将要改款有直接的关系 之前有跟大家聊过 特撒稍稍调涨了Model 3 Model Y的售价 但是在库存车的方面呢 反而变成有一个250块美金的折价 但这效果看起来似乎有限 我们看到Model 3的库存量 依旧是居高不下 所以特撒决定再度加码 在库存车方面 目前它的售价来到只需要 39000块美金出头了 如果再加上来自联邦的 3750块美金的退税 以及各州的补助后呢 在许多的州 已经可以用不到35000块美金 入手一台Model 3了 这似乎也是变相达成 马斯克之前所说的 要给大家的目标了 那当然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入手 就看你有多需要一台车 以及你有多期待 新版的Model 3啦 而除了在美国的Model 3库存车 继续降价之外 在德国的Model Y后轮驱动版 现在也开始正式启用了 来自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了 这是特斯拉在德国厂的第一款 使用中国制的LFP电池的车种 根据资料显示 跟中国厂采用宁德时代的Model Y相比 它的电池容量稍微少了一些 从中国制的60千瓦时 稍稍减少到只有55千瓦时 所以连带的它的迅航力 也少了约15公里左右 但是有趣的是 这款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它的充电功率却是比较好的 它的充电功率可以维持在 170千瓦以上蛮长的时间 根据用户的分享 它从11%充到71% 大约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 我们看到了它的充电量 来到将近60%的时候 它的充电功率 依旧有超过120千瓦的速度 所以这就变得非常有趣啦 尤其在欧洲这种冬天 相对寒冷的地方 依旧惧怕低温 但是充电速度较快的 磷酸铁磷电池 是否可以让电动车 在寒冷的气候下 可以变得更加实用呢 相信再过几个月 我们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对你能够有些帮助 如果有的话 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还没follow频道朋友 记得按下中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在下次的影片 再跟他分享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